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这座帽子 这个鱼服帽 那么这是它圆顶的部分 那么总共是17cm 这个通常我都是放17cm 那么这里就点记号四个点 这四个点很重要 一定要点出来 因为等一下要对那个位置会刚刚好 那么在画的时候 这个是表布跟底部 就选你喜欢的颜色的布料 然后这个是一个是麻布一个是棉麻 也是这样跟着旁边要点出来 这个留缝分 那么这个是铺棉 铺棉就不需要留缝分 就剪刚刚好 这个是我已经剪出来的这个纸形 这样子 你帮刚刚好画了 就直接剪出来 不用留 记得这个铺棉 通常都没有留缝分 那么会用这个运动摊在这个表布上面 那么这是旁边的部分 这是上方的部分 这个是我放8cm 这个是26.4cm 这是30.3cm 有点弧度了 这个是7cm 这是30.3cm 等一下就需要连接在30.3cm的那边 46.6cm 那么我这个是我的紫芹 据说我在这边要对准 对准这个 拉过来刚刚好 一定要刚刚好 所以要两片 这个是上方的部分 这个是下方的部分 两片连接 上方跟下方的部分连接 也是要刚刚好 总共也是两片 所以你算的时候要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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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是它的表布 要不过要连上铺棉 里布呢就不需要 就是里面的那块布 不需要连 现在要预备了两片 用这个运斗 烫给它连住 这个上方部分也要烫 然后下方的部分也是要 所以所有的这个表布呢 都需要烫上这个铺棉 如果你看铺棉的时候 然后以外积的用竹针先固定 再来烫 也是可以的 这个是里布 里布就不需要铺棉 全部的做法跟这个表布一样的 就是里布的做法跟表布一样 只不过里布呢 有留一个洞口 是用翻面用的 就是要把它翻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要做这个表布了 所以把它连接起来 结合起来 车缝 我这里用蒸车 如果你有没有蒸车 用手缝呢 我想应该也是没有问题啦 只是会比较辛苦 就是用回蒸缝 这个把它打开 你要压线也可以 不要压线也可以 上方的部分呢 记得要最后来四个点 去点对点 用竹针固定 如果竹针固定 你还不能够 那么你就用这个针线 去梳缝一圈 但我比较懒惰 所以我就直接用竹针 去固定 然后直接扯缝 基本上呢 这个是刚刚好 因为我已经做过几次了 先固定这四边 然后再固定 四边的中间 每中间都要去 再做一次的固定 这样会比较容易车 只要你跟着这个步骤 就没错了 但重点是你的指形要画对 如果你不会画纸形 也可以去买书本 里面也是有铺装一些的纸形 因为我没有卖纸形 就是在这里跟你们分享 怎么样去制作 然后四边过后 你可以再多中间再分竹针 这个已经车缝好了 所以现在我要连接下方的部分了 也是两边车缝起来 然后打开 可以用硬朵 烫一烫 或者用手刮一刮 我这种布就非常容易刮开 棉麻布很好用了 就非常平整了 这颜色也是我喜欢的 就是很舒适 不会太过的亮 然后现在要组装在下方了 记得这个线对线 就是车缝的地方 对着车缝的地方 对着车缝的地方 对齐 也是一样四边要对齐先 对着车缝的地方 这个部分可以剪上这个牙口 这上面的这个也要剪上牙口 就你要剪的话 等一下会比较好看 不要剪刀线 好 粘起来了 现在这个是它的这个表布做好了 那么里布的做法也是一样 要记得留一个口 所以帽子做法其实很简单 不会太困难 这个时候我们预备这个礼布 这个礼布呢 也是一样车缝跟这个表布一样的哦 那么两边都车缝起来 这是上半部跟下半部都车缝起来 打开 所以你已经熟悉上面的部分就是表布的部分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连接上面的部分 然后连接上面的部分 这个点对点 要让它弄成固定固定起来 这个车缝后了 记得减压口 下面的这个部分 下面的这个部分 下面的这个部分这时候记得要留扣了 就是连接的时候留一个洞口 不要留太小哦 大概六七CM 先对这个 连接处对连接处哦 用这个竹针固定起来 这个地方就不要麻糊 不要随便了 就是一定要对对准那个地方 底下出来的效果就是非常的整齐 所以就非常好看 记得要留一个洞口 然后扯整圈 在任何一个地方也不可以 这边我去留在这边了 那么现在要把它套在这个表布这里了 就是这一面要倒上去 不要倒装哦 然后这个 连接处对连接处 也是要用竹针固定 然后车缝整圈过去 记得固定的时候呢 先固定四个点 然后再来固定点跟点的中间 再固定一针 才来车 通常我是针木会车比较小 然后我要剪这个牙口 然后这时候 中间那边记得剪牙口哦 然后把它翻出来 我这个口有点小 所以它在翻的时候会比较 比较紧一点 也是要慢慢翻哦 慢慢拉出来 所以这个口呢 要跟它封起来 所以用长枕封 红好了过后 这个外面这里呢 要做一个压线 这个是已经压好了的 那么它里面就不会跑来跑去 在中间的部分呢 也是要压线 就是你处理好来车的时候 要拉好来 不然你这样子拿开 它会跑出来 所以呢 最好是压一条线 现在已经做好了 然后你可以做蝴蝶结 或者是万花朵 这个是之前在代手买的 看哪一种颜色适合这个布 那些喜欢这种粉红色的一点 它也不会太粉红 这种甜甜的粉红感觉 就很好看 把它拆下来 剪掉上面凸出来的部分 然后找一个 拼哦 就是连针 把它黏起来 我就不不做这件 直接黏住 在帽子或者是 用缝哦 因为如果我有时候 我不要这个花 那我就拖起来 或者你可以做几个不同的 那你就可以 就可以换换哦 有时候放这个蝴蝶结 有时候放这个花朵 那你就有比较多的选择 可以做配搭 那么我就用这个热纹墙直接粘了 就是粘在花的后面 当然你可以直接粘上去 也可以或者直接缝上去都没问题哦 那热纹墙呢 它会非常地粘 但是自己要小心 因为呢 烫到会很痛哦 那么粘好过后呢 很简单 直接这样子 好像直接这样子 贴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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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